请问一下 这个是ABC123 因为我有用到 因为我有用到 所以请问你 这应该是ABC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有ABC 这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我只要把它定义成ABC 所有资料都被留下来 所以你可以放心大胆的 把它改成文字 然后接下来 这个是不是都是ABC 那你会说 如果我不做资料清理 我不做资料清理 我就直接去做计算 就是有时候会一直算 一直算算不出来 因为假设你把文字1加文字2 等于它算不出来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然后我这边要特别讲一下 这个黑色就是代表空值 黑色就是代表空值 这是ABC 然后这个请你先不要动 请问你 民国改西元 因为大数据分析 目前现在软体都是美国人写的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 他不懂民国年 对不对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大数据分析 又必须要用到年的话 我们就要把民国转西元这件事 好 然后接下来请这一栏不用动 因为这是另外一种很重要的资料清理 这是民国转西元 好接下来 这边文字笔数 我这一栏 我们就先把它视为是文字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文字 文字 你看楼层数 怎么会变成是文字呢 对不对 可是因为我实际上 我们看到的是真的是文字 这个不要动 只要跟日期有关 请你不要动 然后这边 这个是什么 小数 几方嘛 对不对 几方 所以是 是什么 整数 然后这个是什么 整数 整数 这个是有无间隔 那对不起 就是文字了 各位应该知道 如果他用0或1来表示 请问你 这边如果你看到0跟1 你要把它变成是文字还是整数 如果你这边看到 0是5 1是有 你要把它变成文字还是整数 整数 文字 听得懂 他只是一个代表符号而已 他就跟那个文字是一样的 可是真的 真的请你们这一个地方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也是文字 总价源是文字还是整数 然后单价平方公尺整数 车位 车位类别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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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是 因为是面积一定是小数 总价源 总价源是整数 我们新台币的计价是以原为单位 备注一定是文字 编号一定是文字 面积小数 面积小数 移除 既然是编号一定是文字 衡 接着 语 超 这